严滑物联网共创园区对外亮相 红色墙面的棋牌大楼 优美的水池造景 严滑扩大智慧医疗研发量能 大雄秘密武器 自受服务机不止可以查上健保卡挂号 另外也可以使用行动支付 用LiPay来做付款 挂号退挂预约等一台设备轻松搞定 缴费方式也很多元 医师点选随即叫号 无限的温湿度感测器 可耐负四十度的低温环境 可以放在疫苗冷藏设备里结合物联网 数据自动传进装置也能传到手机 省下护理人员许多手抄时间 更精准监控 若温度超出标准就会发出警报 还有院内空气品质侦测 严滑仪在大医院闯出名号 现在要前进诊所 医学中心都有跟盐华有一些合作 智慧病房 手术室 然后整院的这种加号系统 再进行一些修改 来适合诊所里面来使用 如果以卫福部的大致上的数字 目前大概有两万两千家左右 攜手生态系伙伴 力拼三年内试战过半 整个自卫医疗其实是 在盐华内部是非常非常大的 至少应该占盐华有 三十到四十%的整体的业绩 科技厂积极卡位加世达集团 深根医材与医疗服务等 布局东南亚市场有成 广大董事长林百里 打造医疗运算平台 协助偏乡远端看诊 不可见了非常多的IT可以 在那边帮忙那个数位转型 光是全球数位医疗市场的规模 二零二七年预估上看四千多亿美元 也难怪科技大咖拼跨领域结盟 大举进军医疗市场 三里新闻 鸟车城里文科桃园报导 大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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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丽